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打可賀,我是斯坦 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首先呢,我要非常感謝這週加入的新的贊助人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地感謝你們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透過每個月請問會給飲料的方式來鼓勵我的自由創作 影片下面跟在這裡 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喔!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1月30號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P圖 途中,澳洲士兵用澳洲國旗包裹著阿富汗牧羊男孩 但手中卻拿著匕首,準備隔向小孩的喉嚨 圖上文字還寫 不要害怕,我們會為你帶來和平 不但如此,趙立堅還用自己的推特帳號發表如下心得 被澳洲士兵謀殺阿富汗公民和俘虜所震驚 強烈譴責這種行為,要求追究他們的責任 其實揭露有關澳洲士兵非法行為的 正是澳洲前軍事律師David McBride 而澳洲社會也已經言真譴責澳洲士兵的暴力行為 並且展開調查 一般來說,他國外交官的正常外交辭令 應該是表示關切澳洲軍隊機率 並支持澳洲國內展開調查 但是中共官方採用嘲諷意味深厚 以及八卦媒體式的煽動性土文宣傳手法 實質上是將他國的不幸轉為政治宣傳 並非真正關心澳洲的議題 這也再次顯示出中共的外交水準幾度不專業 而且突破外交利益的下限 完全把中共那套國內的坡份式宣傳 拿到國際上來用 過去如果兩國關係交惡或處於戰爭狀態 否則外交官的任何公開言論 必須要收到國家政府的約束 想當然肯定是趙立堅背後的極權政府受益他用這種方式譏諷澳洲 這顯示出中共當局的粗鄙跟幼稚 對此澳洲總理莫利森表示 趙立堅的推文令人反感 並要求中國道歉 也指出該照片是偽造的 譴責中國應該要為這條貼文感到萬分羞愧 這件事情將損害到中國自己的聲譽 作為與歐美國關係最深厚的國家澳洲 為何被中共有恃無恐地當作霸凌劍拔 想必與澳洲的政治經濟長期被中共滲透有關 作為一個移民社會 澳洲容納了大量的中國移民跟中國的學生 許多人就算移民澳洲已經好幾十年 但是他們仍然與中共政府保持相當的往外 除了近期大眾記憶猶新的共諜王立強 2019年11月與澳洲投誠案 共出台諜向心與公親的夫妻黨 更由甚至前澳洲外交官的中國籍夫人顏雪瑞 最早從1987年赴美留學期間 同時與中國國際廣播公司工作 即是任職澳洲大使館的情報員吳瑞恩 作為協助吳瑞恩 撰寫中共情報頭子康生的傳記研究助理 後來吳瑞恩任其滿調職回坎培拉 並在澳洲國家情資評估辦公室 任職一路高升到副主任 顏雪瑞就利用職務之變 游走於美中澳政經領袖豪門之間 2001年 烏瑞恩離開公職 創立全球永續發展基金會 Global Sustainability Foundation 顏雪瑞還擔任基金會執行長 基金會表面為非營利組織 實際上卻在美中澳三國及聯合國之間從事政商、媒體、文化事業管理、中介、購問、有稅工作等 2015年10日 顏雪瑞以100萬美金賄賂前聯合國大會主席艾希遭到聯邦調查局逮捕 澳洲聯邦警察在他家找到很多關於澳洲情報機構的機密文件 文件中還包括西方情報機構了解中國情報機制的細節 王力強的爆料中也提到像是一個中國商人黃項目 2011年移居澳洲透過公司在新南維爾斯和坤士蘭等州投資興建房地產項目 5年間多次向澳洲兩大黨捐款 共270萬澳元 約192萬美元 2015年他出任澳洲中國和平同一出經會榮譽會長 Australian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顧名思義就是在遊說澳洲政府 不在中共侵略台灣這件事情上表態支持中共 澳洲時代報和《悉尼城峰報》分別爆料 這個組織自稱是促進中澳關係發展的非營利組織 但是內部文件卻顯示 它是中國共產黨統戰部的澳洲分部 承諾要額外捐獻工黨40萬澳元 結果卻在投票前幾週跳票 原因是工黨成員在某次演講中提到澳洲政府 應加入南海巡邏 對抗北京在南海領土的擴張 黃湘默對此很不滿 而取消捐獻 明顯意圖以政治獻金 影響澳洲對南海的政策 除此之外,黃湘默還將觸手 升向學歷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所 動用關係要求校方撤除原有的 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中心 甚至還排擠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人權專家 馮崇義教授任職該研究所 2018年澳洲通過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 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 A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後來澳洲政府還拒絕黃湘默的居留權 可以說是大快人心 澳洲對中共當局的抗衡 也許甚至比中美貿易戰更早 2018年澳洲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禁止華為參與 建設新一代的5G移動網路 兩國關係就產生裂痕 然而澳洲對中國貿易依賴度非常高 這件事情是與美中貿易戰不同 中國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但澳洲僅佔中國出口貿易總量的3% 因此坎培拉並沒有多餘的經濟制裁手段 能像美國那樣對中共採取制衡 隨著2020年中共隱瞞疫情而爆發全球大流行 澳洲政府首先在4月呼籲國際社會 針對疫情的源頭對中共展開獨立調查 這項提議似乎惱羞了中共 而澳洲一方面也吃夠了中共的傲慢與壓霸行為 因此2020年重返馬拉巴爾四方海上軍演 澳、美、日、印將一同在印太區域 部署對抗中共的海上力量 而今年中印邊境衝突不斷時 澳洲更與印度簽署雙邊國防協議 允許兩國使用對方的軍事基地 中共當局也毫不掩飾對澳洲採取了貿易霸凌措施 包括5月開始禁止澳洲主要牛肉出口商 向中國出口牛肉 佔澳洲對中國出口牛肉總額的35% 另外還向澳洲大賣出口徵收80.5%的翻傾銷與翻譜貼稅 11月中共還宣布澳洲葡萄酒存在傾銷 加徵最高212%保證金 中國目前是澳洲出口葡萄酒的最大目的地 2020年前9個月的總出口量占39% 除此之外中共還對來自澳洲的煤炭、糖和龍蝦 也使出各種貿易刁難手段 人口流動方面還以慣用的種族歧視等藉口 威脅與洗腦中國學生和旅客不得前往澳洲 除此之外還嘗試威脅澳洲在中國的新聞媒體人員 8月份以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 扣押了華裔澳籍的央視CGTN女主播 至今仍未獲得釋放 除此之外也曾嘗試扣押兩名澳洲記者作為政治人質 對澳洲在中國的公民上下其手 隨著一件件澳洲與中國之間的國際事件來看 完全不難發現中共單方面不斷對澳洲進行政治干預、經濟孤立 以及全方面的滲透步步進逼 進來的手段更是完全不隱藏的無賴嘴臉 斯坦我個人認為中共是完全吃定了其他國家在外交方面或軍事方面的自治 所以大膽的違反各項協議挑釁區域安全 一副就是你奈我何的嘴臉 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姿態 當假照片都能搬上國際政治舞台 那根本就是玩過火的巨英外交 現在全球應該要認清這個事實 並且達成一項共識 必須孤立中共政權 不要與它往來 不要讓中共有發揮空間 因為世界可以沒有中共 但是中共不能沒有世界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部內容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我的話在這裡跟影片下面 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我們下次見 掰掰!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